整个正宣声 侯友宜访日的最后一站 走访东京松本楼 参观国父孙中山流亡海外的珍贵文物 松本楼的创始的梅乌庄集 是国父孙中山旅日时非常重要的友人 因此在这里目前还放有非常多重要的文物呢 像现在我旁边的这一座钢琴 当年的宋庆龄也弹奏过 侯友宜恶补中国近代历史渊源 接受NHK专访时也重申两岸关系 应该回到马英九时期 不同不独不武的安定状态 日美聚焦台海风险还犀利提问 如果去美国面试 会怎么回答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以及侯友宜是否会参加 中国倡议的一国两制 民主协商 猛烘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不过尽管侯友宜定于一尊 党内整合依旧陷入困境 连日美也关心在野整合 侯友宜说首先把自己的支持度提高 作为民众党合作的基础 换侯议题则是没给正面回应 我现在其力在拼 不管是在外交 或者是在我们的内政 以及跟人民如何对话 赢得民众信任 我会努力一步 侯市长一贯是比较捍卫中华民国的 所以说我就别了这个国企来支持他 侯友宜防日最终日 有中国学生加油打气 一早还跟确诊后复原的 日华肯会长国务龟斯早餐会密谈 这一趟赴美面试前的热身赛 让他收获满满 新新闻章说的林玉成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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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